她是电影《野山》中的何玉强 来呀 打呀 把我打死我的导院了 她是《玉关音》中的缉毒大队长老潘 他是金太郎的幸福生活里 固执的老爸金大柱 成功打入敌人美国 他也是门帝里的老将军罗伊成 他在众多影视作品中 饰演了一个又一个新活的人物形象 他就是著名影视演员杜元 作为演艺圈极为低调的一位演员 杜元首次写女儿做客超级榜份 带大家走进老杜霞的幸福生活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感觉特别幸福 因为每一次看到她喜欢的演员 她就会这样对吧 对 对 说到今天来的这个演员呢 我们经常有句话说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冰 但他们是妇女兵 听说这个长辈还得听这个晚辈的 所以呢 说到一定程度 无论老爸都有本事都要听女儿的 那今天呢 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他们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掌声请出本期特别来宾 杜元和杜宇 欢迎两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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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两位 欢迎 你好 杜老师好 你好 你好 俊姐 第二次见面了 是的 是的 欢迎一下 你们80或90或也特别喜欢杜老师是吗 是 哎呦 你们有大叔情节 您错误地解读了现在这些最新流行的词 我们说的大叔情节不是说这么大的大叔 对 我们说的大叔是那种 三十多四十 我这个年龄能好不好 三十多四十 这个是大伯年龄 大伯情节 大爷情节 你大爷吧 对 你大爷 龙妈杜老师高兴高兴 杜老师 您一出赖 大家特别欢迎 我觉得您先给大家说两句好吗 我跟我的女儿老杜 能跟大家在今天这里头相识 大家能坐在一起聊聊天 唠唠家常 我觉得这是我 比我排戏 我还愉悦的一件事情 哇 这是苏军给你给的字吗 不是不是不是 好像哦 下面有请杜女和戴军为大家演唱《常回家看看》 这个可以哦 这个真可以 你们早告诉我 我就在跟他练练了 你知道吗 但是呢不管今天我们聊得多么愉快 多么疯狂 多么开心 希望你们常到这里来跟各位聊一聊 谢谢大家 在这里呢我们要提供大家 我们要提供大家 观众我们本期节目的同时 我们的超级访问呢 有了自己的官方微信 要知道李静戴军和我们的明星嘉宾的最新动态和信息呢 请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不是这个不是让我说吗 哇 你说了 好我们的信誉观众呢就会得到这个戴军新出的书叫《断王爷》 签名的十本《断王爷》 还有我们乐风网宋出的《靖家大礼包》 希望你能够中奖 谢谢 谢谢 两位 我问一个问题 在家什么同时 你是叫爸还是叫什么 我叫他老杜 小杜 他叫你小杜 这我们老杜 我们那时候我在广州当兵的时候 就是我们团歌舞团 话剧团在一个院里头 就是所有的那些人都是问他的话都问 老杜 小杜在家吗 他就会说 在睡午觉呢 就这么起来的 就我们团的政委啊团长啊 都这么管他叫 有一号 那时候他小 那时候他才上初中 都管他叫老杜 杜女是真名吗 真名 不是 真不真的你自己去判断一下 不可本是这个 但为什么会起这么简单的一个 老杜家的女儿啊杜女儿啊 本来嘛我没起这个名字 本来我起的是肚子疼 就是他妈妈 他妈妈在医院里 我以为是一个男孩 肚子疼 我就选了三个 选了一个肚子疼 让我爸爸给否了 说的这个嘛 这个他不好 小朋友永远之间嘛 叫 起来走 起来走 说完了叫肚子 男孩嘛 第三个呢叫肚皮 肚皮呢是让我 妈妈给否了 然后人家护士告诉我 说是女孩 就没 没有思想准备吧 我说那就男孩是肚子 女孩就肚女吧 就是 这是结果深思熟虑起的 看似随意 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 肚女 你是 父亲带你录着行 还是你从小就喜欢这个行业 我从小就喜欢 因为我基本上算是在剧院的后院长大的 就是从小就看爸爸妈妈都是做这行的嘛 然后就看他们在舞台上演出 从这个一个戏剧是怎么诞生的 从排练 然后去本朗诵 然后一直到演出 所以我一直天天就是在我耳中染吧 这孩子太不会聊天了 这不做节目我哪能这么聊呢 那应该怎么聊呢 那不是的实话实说 应该怎么聊呢 血液里就留着戏剧的血液 昏身痒痒 你怎么不当母人呢 女儿后来就是比如入行的 对不对 虽然做的是导演 但也是这个演艺圈 你支持吗 我是这样 因为我们家是比较民主的 我们在家里头就是 首先是以朋友为主要关系 大家都平等 大家都平等 就是有什么事情 因为小孩子 我觉得四岁 他就有自己的这个独立判断事务的能力了 我们都会征求他的意见 那您在家里有地位吗 有地位啊 排老五 老大是谁家 老大 老杜啊 杜女是老大 然后我太太啊 我家里还养两条狗 你爸的地位连狗都不住吗 连狗都不住 这话怎么那么难听 你不能说你在家地位就那么低 不是 哪有人说比狗 林老师这个 提这个问题我能理解 就说一个男人 只要成家以后有了孩子 必须要给这个家庭 做牛 做马 做狗 我得问问那个杜女的 你爸说的这个是不是有点因为上节目啊 他说的排行老五 说老大 事实是谁啊 这个 他说的没错 这个确实不是因为做节目 他不做节目 他私底下 他可能老五都排不上 那家里还有姥姥 还有小姨呢 对吧 你排在最后面 我看你演电视的时候 觉得您是个倔不头子 就是挺可的那种思想顽固保守 就是看那一眼的角色包括您这张脸 然后但是我就没想到您生活中 他就说您的脸不好相处 就觉得您的脸感觉 会很严厉 就是 对 就这意思 但是这么一聊 生活中你爸 就还挺西方的感觉 这种西方人的教育理念 就是孩子是大人 你这个孩子 就说您很open 对 开放 开放 open哪是开放啊 你少来了你 你别以为我听不懂 open是开放吗 open是 保守 保守什么 落空是不是 对我这么多习友团的 你们都瞎了眼 多老师我问你一事 您就是家里有没有是学表演 学艺术的带你入门的 八辈祖宗都没有 那当年是因为您是帅哥才进入这一行的吗 帅什么哥 有找我这样的帅哥吗 这不是这一个吗 这可 谢谢啊 特别猛 你说八辈子都没有 就是从事这行业的 那怎么会选上呢 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想摆脱一种工作环境 你知道吗 当时做什么 当时我在海尔滨市邮政局转运科 转运科就是扩活 就是装卸工 就是一列火车里头 有转卧车 有硬卧车 什么有硬卧车 有卧富车 有硬座车 有一节行李车 然后后边还有一节 这个 邮政的车 邮政车 邮政车 现在咱们上了年纪的 都知道这个是吧 对对对 我就负责到了站了之后 然后把上面所有的东西 一个大包把它放到斗子上 放在叉车上 放在叉车上 然后呢 完全是靠双手 然后再把这个 你比如说海尔滨 到北京的 到上海的 到牧南江的 再用手 再把它装上 这就是装卸工嘛 装卸工 你说的这个工种 他特别熟 为什么 他妈妈是 我妈是直轻 返轻回来开叉车的在货场 那我们一伙这都是 你还可以抓点东西 放兜里是吧 对 就掉地的糖啊什么的 那不行 那不行 他油口破了 掉下来 我抓一把 油阵是不可以的 他掉不了 那个带子 除非拿叉车 能把它叉露了 拿叉车露 油阵是不可以的 你这感觉是我妈 故意拿叉车 这把那叉露 扎一把 给孩子带我一起 他妈妈说 再过两天 国庆节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也跟你们一演出 没那么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他早 就是你干八个小时 然后就是你干一宿 然后歇一天一宿 三班岛 对 叫三班岛 那个时候就是 他火车没有点 有碗点的 就是你的吃饭 你这一宿 就是你这一夜 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吃 对 你就等火车来 就是你搞得你身体 就是特别不好 而且你感觉 那个时候 就是你没有什么出息 那是什么机遇 就能够考到中系了呢 因为那个时候 就想摆脱 那时候我记得 还没开始高考吧 没有 75年吧 第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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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高考以前呢 我就考过什么 北海舰队 东海舰队 什么抗敌 空振 就都去考 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刚恢复 就招人 我每天基本上在海滨 就是能跑三四个考场 但是都考不上 你怎么知道你会表演 不会表演 那你就敢去 那时候考试是这样的 你去了 你去了以后 就像你们俩这样 然后 完了 我就进来了 说你会啥 说对 我啥都不会 对 那都没有 说啥都不会啊 那是南代时候的考试 比你善良 那啥都不会 我还留意干嘛 不是 那你总得干点啥吧 是我干点啥呀 他背了很多报纸 然后就说 来你过来 你过了 来 把这个报纸念念 完了点 就念报纸 那当时你的普通话呢 普通话还可以吗 因为海滨 海滨还行 基本上都是那样 做广播体操什么的 对 顶多了 就是直接就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就这个 就是算形体比 就算形体比 特别简单 那中西呢 中西反正就去考试了吗 就是说 因为我有个老师 那个时候我就学了一段了 就是在海滨画剧院 我那个启蒙老师姓安 叫安志明 但是现在早走了 走了十多年了 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他就叫 他就给我 做 就是弄了一个 那个 施朗诵 他辅导我 就懂得了一点点了 你知道吗 是那么考虑去的 当时班上的同学 现在还有谁 还在演戏吗 杨青 杨青 那我们就听听杨青 是怎么评价您的好吗 来 我对杜源 那个印象特别特别的好 因为他是一个 特别特别认真 刻苦的那个 一个学生 当时考到中央系统学院的时候 我们没有通资工 我们 我是从插队上考的 他也是从那个工厂上考上 所以什么压腿 什么形体 那个根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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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行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人 没事的时候 晚上 自个儿偷偷地 把那个舞蹈教室的门 开开 我们自个儿就是笨鸟 先被自个儿去练 我记得有一天 我进了那个练工房 我一看 杜源在那满身大汗的 满脸的汗柱子 还在那压腿 他曾经有一度 甚至有 那个要放弃学习 其实 那个时候我也是 我想我们俩可能在这方面 比较的那个同病相连 如果没有这些压力 没有这些那个 也未必有我们的金钱 谢谢杨夕老师 曾经在中期的时候想过放弃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你 就没有基础 我们班是31个同学 有60%是从专业剧团来的 你看有从国画来的 真的说是实验画剧院 有从各省画来的 那也都是专业的了 有都是专业的 都演过几年戏的 你像我这个 我根本没有接着过这个东西 就是老师给辅导过 就是威威写的那个 谁是最可爱的人 散文 就是拿那篇散文去考试的 当时来的时候 有两个月的试验期 是用就是 你叫试读是吧 试读 不行就退回去 不行就退学了 当时我就真的就是彻底想放弃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六个人 一个表演小组 就六个老 五个人一个表演小组 就是三个老师 是四个老师 我不太记得了 因为每个到了礼拜一得回课 就是你生活练习 我这五个人老是在这 来你们把你们的生活练习演一遍 我根本就组织不了 我不懂 生活练习比小品还简单 其实 因为你没有 你不知道怎么去组织它 我连课都回不了 然后我就 我就说 我就自己跟自己 就是说就不读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 两个月以后 就冬天下了雪 下课以后呢 在教我启蒙那个老师 叫藤岩 藤岩老师 然后他出了大门 我就从学校院里头 就追出来了 我就跟藤岩老师说 我说的 我想下个礼拜 我就回哈边了 他说为啥 我说我跟不上 大家 什么小品呢 我说的这个 这个生活练习 我也不会编 我也回不了课 我说的 我就是特别累 特别辛苦 我说我还回去了 藤岩老师 就说了我一顿 他就说你回来 大家都知道你来了 街坊邻居 同事朋友 你回去之后 你爸爸妈妈这脸上怎么看 他说你现在可能是没开窍 可能你开了窍了 他就表扬我们 鼓励我们 就说你声音很好吗 形象也很朴实吗 个头也不错 你现在是没开窍 开窍了 你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所以你千万不能放弃 一定要坚持 就这么坚持坚持 你到哪一年开窍的 一直是没开窍 一直到了 九一年 拍新中国第一大案 那时候我已经排了很多戏了 排了那部戏以后 一下子开窍了 如果那时候放弃了 可能没有今天 对 想一想 我挺有意思的 刚才我为什么看杨青这个 我特别有感触 他说的特别对 因为我是从康纳哥来的 杨青 是从农村插队回来的 我们俩的基础都是比较差的 我连拿大顶都不会 为什么那个一到晚上了 那个形体房就我俩 他在那头 我在这头 笨鸟先飞 他不是 没办法呀 因为你回刻 我踢腿也不会推 也不会踢 而且你要是学这个舞台技能 你要前滚翻 后滚翻 鱼越前滚翻 侧滚翻 你大顶都不会 你这东西翻不了的 舞台技能你更不会做了 那么你撕腿 22岁 我去上学 然后拿着把杆 我最后能撕到什么程度吗 我就会 把这把杆 我这一劈 我就能把这大腿都贴到墙上去 就这么练出来的 练出来的 生练 生练 就是生丝 生练 这个东西你要生丝 但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 患难见真情 当时你怎么没跟杨青在一起呢 什么呀 别提这场了 你快 他也老在那站着练 我也老在那站着练 那时候我很悲壮 悲壮到什么时候 我那屋里头是五个人 上下铺 同学一到了晚上开始谈 这个果格里这些作品呢 怎么怎么的 万尼亚舅舅怎么的 齐克夫的怎么样 沙尔比亚的怎么样 你知道吗 中国的鲁迅怎么样 曹羽怎么样 我听着就跟听天书似的 有一次我在上面问 他们说 鲁迅这个 这个 这个伤势写的吧 我二老八基的 那个鲁迅是谁呀 当时 当时他们是呢 就这么看着我 没脸了 我就睡了 装睡 他们说 说就这种 连鲁迅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能考到戏学来的 他就说 太伤自尊了 他们的这问题 跟这没关系啊 就问您跟杨青 为什么不是一对儿啊 这不是 这不是都怪你差出来了吗 我咋也没听说呀 因为杨青在我们班呢 你看杨青 现在也五十多岁了吧 你这么一看 你看到二十多岁的时候 那得多漂亮 他叫黑牡丹 哎呦 杨青的腿是二八的腿 他说了 二六的身份 穿一身黑老奇怪 对 特别漂亮 小脸也小 一看长得特别欧版还 你没看吗 对对 欧版 我这人嘛就发嘚什么就 第二学期 有一天晚上 外头下着漂泊大雨 我也在那练功 他也在那练功 那雨就下得特别大 这个不是小说 这是真事 然后大家多连累了 我就靠在这个墙上 靠在那边的墙上 然后那时候 怎么春心 筐肌冻了一下 然后我就一步一步的蹭过去了 我就跟杨青说 我是杨青 我就这样 拿着碗 我是杨青 我说你看 咱们俩吧 都差不多 你看你也不太行 这行 我也不太行 是吧 很会聊天 我说你看 咱们俩女同学 我见的你的时间最多 因为我俩不在一个表演小组 但是呢 天天晚上见的 叫天天见的 这玩意都不一样了 我说要不 我也22岁了 也啥都懂啊 我说要不 咱们俩搞得像 太直接 啥嘛 你看很直接 对啊 是太直接了 你别说杨青还真挺给我面子 慢慢地从地下站起来了 深情地望着我 我就特别高兴 我以为他就会答应我 你想让他 站起来一整个手 不死以后 我一见着杨青 我脸就红 我就回避他 知道吗 你觉得吗 小子 杜姐 我觉得你老爸很厉害啊 什么都敢聊是吧 这也是你们家很open的一面是吧 对 这个头 别回去别跟你妈说了 我问一下你妈妈 我听说有个歪号叫黑美人 对 为什么叫黑美人 因为她太黑了 你太夸张了 一点不夸张 多黑 我从一女儿身上没有看到 这个一串 我是喝牛奶喝出来的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黑 就黑不留秋了 人家都太夸张了 不夸张 真的不夸张 她妈确实很黑 但是黑是黑 但是皮肤特别好 就是很有光纵的那种背景 那个我们就是那时候 刚结婚的时候 我老看的印度电影嘛 他们都以为我娶了个印度老婆 唯一也那么深的 对 眼睛也是 插眼睛 小脸 一看就是上镜头的脸 知道吗 拍出来倍漂亮 360度拍吧 怎么拍都漂亮 360度 瘦高瘦高的 对 跟我结婚的时候 90多斤 96斤 现在更瘦了 140多斤了 幸福的嘛 我爸爸四岁的时候 就相忠她这媳妇了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 四岁就相忠了呀 他们俩是邻居 然后我妈妈家的窗户 正好在他们家的院里 然后他们是四岁的时候就认识 然后七岁 六岁的时候上小学 就分到了 他们因为是邻居嘛 就在一个班 一个班还分到做同桌 然后小学等于说 一直都是同桌 到中学也是同桌 就是一直两个人都是同桌 然后我爸爸是体育委员 我妈妈是文艺委员 他们俩都一直在一起 然后还是一个学习小组 后来呢 后来就在一起了 就由我了 天哪 那你们俩什么都可能的 我上学那天 上东西那天 他去送我 哎呀 那跟排电影我真行 那就是排电影 他去送我 把窗户打开 我在这坐着 他送我 就是人下去了吗 下去这时候铃声不响了吗 列车就栩栩的动起来了 然后他就跟拍电影的 他要看着我 完了跟着火车窗户这么走 你知道吗 然后我把头伸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走着走着 车就越开越快 不是我就说 我说那个范小春啊 我说咱俩就搞对象吧 行不行 就是在动的当中说的 对 就车都动起来了 车都动起来了 然后他也没答应我 他也没说反对 这时候呢 我等我再回头看他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就太远了你知道吗 就这么定 所以他也没答应 好浪漫啊 你想一想 我上学那天 我上学那天 这事定的 我9月15号 毕业回来的 毕业回来的 我当月就结婚了 如果第二学期 杨青答应你的话 回来就没结婚了 真抱怨 谁就给你拍的吧 你别长了孩子 不就是 有这么聊天的 没想到你怎么看 你妈妈爸爸 他们从四岁认识到现在 这样的一个 是一辈子 因为今天刚好是杜老师 跟他夫人的结婚纪念日 而且 认算是婚吧 31周年 31周年 31周年是什么婚 珍珠婚 我们掌声 恭喜 真的 而且 如果我跟你妈妈爸爸四岁认识的话 到现在认识多少年了 53年 53年 这是怎样一种感觉 我想问问这位导演 杜导来 说说你怎么看这段感情 我觉得他们俩 他们俩可以说影响着我的爱情观 就是他们给我的感触 就是我像我的导演作品 我喜欢导的话剧也好 喜欢的影视也好 都是有着他们俩的影子 就是很真挚的爱情能够打动我 之所以能打动我是因为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对 我觉得不要看别人的爱情 看我的父母就够了 我们家所有制造浪漫的那个时机 全是我父亲制造的 情人节的时候 他会很早起床 然后到我们家的花园里 去捡一朵玫瑰花 然后还要用一张纸 写上什么老婆情人节快乐 然后就把它放到妈妈的枕边 你有吗 你没有 我没有 这就是区别 傅老师行啊 姐的教训 有一年过情人节 她那个车我开了 有快十万公里了 我就给她买了四个轮胎 我说当情人节礼物该换了吗 你以为她跑了十万公里 磨损的厉害 她磨损的花边都没了 没了吧 开着就危险了 我就买了四个轮胎 我就拿车拉回去了 我说在情人节快乐 她妈说你让我端着你啊 有时候走了 她说我追到窝儿跟她说 我说你看你这个人 你买花七天枯萎了 这个东西它就安全 是不是 她又不是哪吒 你收到哪吒 是 从这以后我再也不买轮胎了 妈妈相对来讲跟爸爸谁更轻细 我爸爸想很轻一点 妈妈会丢三落四 女人都这样 真的 女人是一个是 你看看 你看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回家 男的回家 还有留七米的时候 她就开始把钥匙掏出来 或者从包里找出来 往哪吒开门的 拿着开里头 她就开始拿着往前走 女同志多在身 到了门口了 开始 所有的男人女人区别就在这 你们观察一下 杜老师 女人不会是到了门口去掏钥匙 她就拿开那个包 还斜找呢 对对对 给我哪了 但我们看资料说 杜女听说你妈妈经常把水壶烧坏了 烧坏了三十多个水壶 底都掉了 而且你们家尽量不吃蒸馒头 因为馒头因为经常烧干锅 发生的事 你们从哪知道的 我们要调查 就是我们觉得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 对吧 多危险 尽量烧坏水壶 现在我们家永远不会在炉子上烧水了 全部用垫的了 因为你买一个 漏一个 买一个 漏一个 最后收破烂的 一到半个月就上我家来收壶了 你太动力 你这么安全的想到不容易 对吧 对呀 对我真受不了 其实今天我们想让大家了解杜老师 我们请到了一位杜老师的好朋友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嫂子跟他去我们家了 我就打扫为伤了 然后呢 女同志嘛 就会说嘛 你看看 你看这横宣 你把家打扫都干净 他就记下了 他老挤对我 你老打扫那么干净 回去你嫂子就说 好你看你也不打扫家吗呢 其实后来慢慢也干 他爱打扫卫生间 他家的卫生间的马桶 密尘不染 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他永远会刷得很干净很干净 这是他在家唯一要监督的一个事情 二一呢 他会穿白色的内衣 从我认识的到现在 他不穿深色的内衣 你穿白色的内衣了吗 今天 里头穿了个肉色的 要度女报料一下 爸爸是这样的 他是 他是只要贴身的 挨着皮肤的 就是冬天要穿那个叫什么秋裤 他一定是白的 我就从我计时到现在 我就没见过他穿过第二个颜色的 贴身的衣服 那袜子呢 我观察了今天您的袜子特别的白 我永远都这么白 真的 真的 你这是第一次穿吗 这个 我看看 洗过一次 真干净 您发现这个袜子边 你是不是只穿白袜子呀 我穿皮鞋就不穿白袜子了 黑皮鞋 我知道 就大部分时间都穿这种白袜子 对 因为我老婆教导我说 说穿运动鞋的时候 一定要穿白袜子 穿皮鞋的时候 一定要穿黑袜子 我现在要是穿红鞋的时候呢 她说那你自己愿意穿 您在家里 帮太太做事吗 帮老婆做事吗 偶偶地做 但是很少很少 是吧 我就做 但是我做也做的 地方很少 我就做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洗手间 我就是擦洗手间 擦地 擦那个坐边器 擦洗手盆 是有洁癖吗 也不是洁癖 因为上次房主名来说 说那她爸爸成龙 说就特别喜欢打扫卫生 有一次突然吃着饭 她爸爸不见了 在别人家里 然后就找 她爸爸在帮人打扫洗手间 踏马桶 那这个都没有 我只打扫我们家洗手间 也是这样 不你你爸爸 喜欢干哪些家务活 就是是一个好男人的表现 刷厕所 然后永远跟在我后面 剪我的头发 剪我妈妈的头发 对 我就见不得有头发 那就是有轻微洁癖 不是 真的不是 我觉得她是有轻微洁癖 没有没有 我这不叫洁癖 没有 这叫变相 一点点 这不是洁癖 这有点点轻微的强迫症 对 强迫症 强迫症 就不行 有人说杜源是老戏骨 因为他从一30多年 塑造了众多被观众喜爱的角色 尤其是以村支书和警察最多 最伪突出 1999年 他更凭借电影《草房子》 乔桑一绝 一举摘得 第十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男配绝奖 这不是在演戏吗 那经济挑华秋 高重马师前提的时候 那舞台是不演没有马吗 这位低调的演员 在回忆当年 捧得第一桶金的情景时 却感慨多多 陆老师 你还记得你真的第一笔 比较大的数额吗 记得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有时候经常会跟他妈妈 拿这个 就是当笑话讲也好 也就是作为一种回忆也好 我那是 九几年啊 是那个花楼花开 92年吧 92年 那个时候我拍电视剧是 组里头我最贵可能 400块钱一期 我挣了12000块钱 然后呢 这四个月 我就在那儿 我就告诫自己 我说我就花这2000块钱 这一万块钱 就是不能打口 因为他是拍完了给嘛 拍完了才给 有时候你缺钱了 就管组里借 那时候 我先预支 我先预支200块钱 先预支100 那是我们家第一次有一万块钱 已经在广州了 我都没打捆 就端着 我什么都不买 没有钱了 我从四川什么都没往回买 就回去给他 给他之后 不怕你们笑话 笑给你爱人 对 我太太呀 就把这钱呢 我家那时候是两个那个 就是部队的行军床 木头的 拼的一个双人床 完了 上面是铺的那个 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背 和住的都是部队的嘛 把这一万块钱就 摆了那么一床 因为我们没见过那么多钱 那个时候说万元户 现在就是千万元的户 就大款 就太大的款了 哎呀 就在那 然后查了一遍 我会说 他说 我说多少 他说一万 我说不对 你再好好查查 其实我就是逗他 你知道吗 其实也就是那种分享 那种喜悦 然后他又查一遍 然后再摆上 就这样 反正现在我给我老婆 拿回去两万块钱 现在他也没这种心情 你妈妈还记得这件事情 跟你聊过 记得 记得 那你妈妈对你爸 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不满意的 就觉得他在家待的时间太短了 而且他总是说 说别拍戏了 说少拍一点吧 在家休息休息 然后我们出去旅旅游 但我父亲戏吃一个 就是碰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什么老婆孩子都不管了 绝对是一门心思 扎在这个角色里面去 他有拿过剧本给你 让你来给他做一下判断吗 他每次都这样 有一件事情 我特别感谢老杜 如果当时老杜 要是不帮我做决定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接 那个郁观音 你知道吗 就那个老潘 对 郁观音你们都看过吧 看过 孙丽那一半 那个对你印象是最深的 是吗 因为当时 我觉得就九级戏 我说我不去了 正好赶上过年 然后我就跟老杜说 我说老杜 我说 你知道郁观音这个小说吗 因为那时候我没拿到剧本 就是告诉我 海言还在赶上那时候 他说郁观音 他说他 你一定要去 我说我为什么要去 就九级戏 而且拍我两个月 拍在外头过 在云南过年 他说爸你一定要去 说那个小说 他看过 他说写的特别好 而且海言很棒 而且说那个小时候 说的就是读者特别多 说特别火 他说你一定要去 他就那么劝我 我才记得那个 所以说现在吧 这些这个少男美女们 好像从那部戏 年轻人才有点认识我了 偶像剧 反正我就 那个戏 我特别感谢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看您对镜头 对他说的 这一辈子 一定要 穷着自己 不能穷着老婆 苦着自己 不能苦着老婆 你们就记住这个就行了 男的在外头 拼命的去赚钱 回来就让老婆 玩命的 来来来 请到中间来 记住了吗 剪成天花 每天播放 那我们希望看到 杜老师更多的角色吧 我相信今天 我们的观众看了 这期节目 一定会爱上您 这个不一样的男人 而且这真的是 有一个非常 非常棒的岳父 大家赶紧来追杜女啊 来 好 我们的观众朋友 想来自我们的最新动态 一起关注我们的微博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而且提醒大家 我们的超级访问的APP 已经 现在可以下载了 对 发送超级访问到 9513186 或者登陆我们 苹果安卓的系统 就可以免费下载我们 超级访问客户 都要参与我们的节目 实质互动 我们到前十位 新领观众 可以得到 戴京签名的 这本新书段网 也还有 由乐风网提供的 定家大礼包 谢谢 好 再次让我们 最后说一声 本期超级访问 成功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